為了陪伴韓氏能夠一起過中秋節 仁安基金會花蓮平安站 特別舉辦了109年度韓氏慶中秋活動 現場還發放了就業包給韓氏們 市長魏嘉賢特別出席 和韓氏們一起慶中秋 他肯定了仁安基金會 終年照顧韓氏不間斷的愛心 民眾坐在板凳上排隊 依序上前量測體溫酒精消毒 再從志工手中領取月餅 又只集一大包的就業包 這是仁安基金會花蓮平安站 日前在花蓮市進風生活園區 舉辦的109年度韓氏慶中秋活動 除了希望可以陪韓氏們一起過節 也希望大家在工作上都能更加順利 仁安基金會因為疫情的關係 在於社會資源的募集 以及物資的募集上面都遇到困難 那我們即將在未來的這個尾牙 而且在明年的這個三節 一樣對於韓氏的服務不減 我們一樣會咬咬苦撐 繼續做好韓氏服務 那今天特別在我們進風雲區 辦理這樣子一個物資發送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未來也會持續的跟仁安基金會 來做相關的配合 那因為花蓮市進風雲區是 較就近就等於在市中心 那有很多的民眾來領取物資的時候 都會比較方便 那未來我也不排除說有更多的活動 會放在我們進風雲區 持續的來協助我們更多 弱勢需要關懷的朋友們 那也跟仁安基金會 持續來關懷這些游民 還有需要關懷的關懷戶 那再次的代表換市民 謝謝仁安基金會 也祝福他們在未來的募款 一切都能夠非常順利 市長威嘉賢表示 雖然面臨社會不景氣 但仍然有許多愛心人士默默付出 而仁安基金會 平時就在照顧韓市 幫助他們防激、防寒、防病 甚至幫助他們學習技能 找到工作重拾自信 再重新擁抱自己的夢想 希望有更多人 能夠加入關懷韓市的行列 記者 許麗晴 花蓮市報導